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Semi的領袖對談 我是Semi的Terry 我們今天的節目主題是在談所謂的先進測試 那我想各位朋友大家都知道 在這兩年當中全球面臨到很多的疫情的發展 那這個疫情當然也催生了很多半導體 跟各個科技的一些加速發展 那隨著我們之前分享到的所謂的 這個抑制整合的技術不斷的發展過程中 半導體產業在所謂的晶片良域 成本的分析還有一些先進技術 都面臨到一些新的考驗跟這個難題 那如何怎麼有效分析系統所產生的數據 我想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察的焦點 那未來怎麼的變化 我想今天可能我們有很多機會 可以跟大家來做討論分享 那我想今天非常開心 我們能夠請到業界這個測試領域的專家 那同時也是我們Semi 測試委員會的共同主席CJ 來跟我們暢談這個領域的未來趨勢 那歡迎CJ Cerry好 還有各位Semi的觀眾大家好 是 好 那我想各位大家都知道 半導體廠商其實現在在半導體的製程上 越來越這個投入這個更複雜的先進製程 那應用層面也有很多的新興的應用 來驅動整個的市場的發展 那我想不用提大家都知道 5G啦 IoT 電動車 我想這個已經到非常氾濫 那至於到現在最近談到這個原宇宙 Metaverse 那這些很多的新興應用 再加上這個疫情 再談所謂的數位轉型 其實都帶動整個半導體行業的一個大發展 那在談所謂的製造的方面 我們也看到這個國際大公司 其實從最近發表一些資料當中可以看得出來 很多這個封裝的技術 其實也來遵循所謂這個晶片的架構 那已經成為一個發展 Chiflet的這個小晶片 或者這個集成的形式 那對於這樣子一個形式 對於測試端會有什麼新的一些挑戰 我們是不是可以先請CJ 從這個角度跟大家來聊一聊 對 好的確 就像剛剛Terry剛剛描述的 其實以目前晶片的複雜性 還有更先進的這些晶片的製造技術 加上更複雜的這個封裝的技術 加上整個晶片的尺寸會越來越大 對 然後也把各種不一樣的功能 整合到同一個晶片上面 那如果沒有相對應的這個測試技術 以上剛剛講的這些發展 都會受到非常大的限制 那其實這個就像 如果我們要閉著眼睛在森林裡面快步 跑步的話 其實是非常非常困難 對 所以測試其實會碰到的挑戰 我們還必須要考量在這個可以接受的成本 還有有限的測試時間之內 對 那把晶片的功能測試的coverage 能夠拉到最高 是 那至於你剛剛提到這個chiplet的小晶片 對 其實這個挑戰非常多 對 那我先舉這個探針卡為例 對 那假設我們將一個單一個晶片 分割成四個獨立的這個chiplet小晶片 對 那為了要維持更高的這個最終良率 其實我們就必須要把這四個小晶片呢 能夠利用這個wafer測試的方式 是 做到這個non good die 對 那non good die呢 就一定要在這個晶圓測試端來完成 對 那也就是說如果需要這個探針卡的製造的話 我們原本只需要製造一張 那現在因為把一個SoC拆成四個 對 所以我們必須要設計跟製造 原來只需要一張的探針卡 現在其實是需要四張 對 而且這四個探針卡呢 都必須要同時間完成 對 因為產品其實是缺一不可 對 那設計公司還有供應商呢 當然就必須要承受更大這個成本的壓力 沒錯 那因為額外的這個測試成本增加嘛 因為以前只需要製作一張探針卡 那現在需要更多 對 那這個產品的價格的競爭壓力呢 而且必須要這個 因為成本上升 所以你也必須要能夠承受這個額外 增加這個成本上升的壓力 是 那另外其他的挑戰呢 還有來自於譬如說 這個晶圓呢 在多晶片製造的抑制的整合上面 對 那這個絕對呢 多晶片是透過不同的Wafer 沒錯 做出來的這些晶片 那絕對比單一晶片的這個變異 製造的變異要來得更多 是 因為它來自於不同的Wafer 沒錯 所以如果說不能在晶圓測試端 那除了這個 在non-goodite的測試上面 能夠做更精確的性能分類 那就很有可能發生一種情況 對 就是我們可能在整合這個晶片上面 有一些是高性能晶片 對 但可能有一些反而是 比較差的性能晶片 對 那整合之後呢 很有可能整個最終的整體性能上面 其實是會downgrade的 對 所以在晶圓測試端 做精確的性能分類 不管是技術或成本上面來考量 對 其實一直以來都是非常大的困難 是 跟挑戰 尤其這個一直整合之後 真的是把整個的這個測試 這個複雜難度 越來越加成的增加 挑戰更高 對 我想不可諱言 就像剛剛事業提到 這麼多半導體廠商 這種優秀的技術當中 還是有這麼多的這個挑戰 我們大家去克服 那像剛剛其實事業提到 成本是很重要的考量 但是怎麼在成本跟技術中間 找到一個平衡 資本支出要怎麼規劃 這些都很重要 那這些其實最後都會 攸關到這個產品的競爭力 跟最後的你這個廠商的一個這個 效能跟這個成本上面的一個 整體的產品的performance 所以我們在看宏觀很多國際大廠 他在這些務實的這些實際經驗當中 是不是也可以請CJ來分享一下 業界有沒有一些比較好的做法 可以跟大家來做一些 這個best practice sharing 好啊 好 我想剛剛提到這些 這麼多複雜的這個晶片的功能 我們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這些先進的封裝技術 完成這樣一個整合之後 其實這樣的架構就像 過去是單一晶片 那未來可能這樣的架構 就像製造一個微系統一樣 那微系統的測試過去其實比較會使用 我們所謂的SLT System Level Test 的這個系統測試的方案 來取得成本跟技術上面的平衡 但是呢 我知道最近這一陣子 其實在測試機台的這個廠商上面 他們也發揮了一些innovation 然後開始推出 以這個測試機台為base 然後整合系統測試的整合方案 然後讓整個晶片的設計者 能夠在類似晶片設計的環境中 來模擬這個晶片運作實際的pattern 然後來達到所謂的這個test for design 而不是只有design for test這樣的目的 那所以呢 其實我預期就是將來測試工程師 應該會很excited 因為他會面對到很多新的挑戰 那其實每一個電晶體過去呢 測試成本其實是遠小於這個電晶體的製造成本 但是今天呢其實那個差距已經開始縮小了 而且呢測試工程師跟測試行業 假設如果跟不上這個電晶體的製造成本 那測試呢就會成為莫爾定律跟創新技術的最大限制 是 我完全同意CGA講法 我想這個在所謂的這個測試的領域當中 就隨著這個抑制整合跟這個先進製造 他扮演的角色跟扮演這個critical role 其實都越來越吃重 對 沒錯 所以其實我們應該鼓勵更多工程師 就是挑戰不是只有在前段的製造 其實在測試當中 其實會扮演非常重要的那個角色 所以這個SEMI的測試委員會 其實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是要讓人們來意識到這些挑戰 而且我們很誠摯的邀請 整個測試行業的優秀技術人才 能夠提出比較大膽創新的解決方案 然後來勇敢的面對這些挑戰 完全同意 完全同意 對 其實剛剛CGA我們在提到當中 就是說談半導體的發展 其實很多現實的這種所謂的成本的壓力 還有一些經濟的考量 先進測試也是被認為 所謂先進製造跟抑制整合的一個推重者 就像我剛剛前面提到 也是認為所謂半導體產業 未來發展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從技術層次來看 有沒有什麼所謂的這個物理極限的這個突破 需要被克服 那是不是從這個角度 也可以請CGA來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好 我想目前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 是對於這些分拆小晶片塊之間的互聯的密度 對 其實這些互聯的密度不斷的縮小 對 那傳統的這個soda bond interconnect 已經不太可行了 對 所以這個迫使整個產業界開始去思考 然後甚至使用我們所謂hybrid bonding 來連接這些小晶片塊 那其實這個做法會嚴重的來挑戰這個測試這個技術 那如果說我們不考慮建構這個小於10micron pitch的procard 對 不管是技術或經濟面我們暫時不考慮 但是呢其實它更根本的問題是在於說 這些小晶片在被integrate之前 如何來測試它 沒錯 那hybrid bonding對於小智於這個10nm的這個缺陷 其實是非常的敏感 對 那probing的這個test 也會造成對這些pet有致命的這些缺陷的堆積 所以我相信procard公司呢 必須要更積極來投資 類似於這個晶圓廠相關的這些製造技術 來擴展這些能力 然後來解決這些問題 有 有些人呢其實建議呢可以在 測試完這些晶圓之後呢 再把這些晶圓送回到這個foundry廠 來重新來修復這些probing 造成的probingmark 那其實這些解決方案 其實會另外引出其他的問題 對 那例如說 當你測試完之後 那還有一些加工的製造 那如何來保證 能夠帶呢 對 所以我想這個都是 解決了一個問題 其實你會衍生了另外的問題 衍生了更多的問題 對 所以呢 其實也是因為有這些難題需要克服 所以廠商呢單打獨鬥其實非常辛苦 是 所以Semi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的角色 對 顯得非常的重要 是 那我也想請Terry呢跟我們聊一下 是 Semi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的角度 是 那宏觀整個測試領域發展的現況 對 那有沒有觀察到值得和大家分享的地方 那Semi又如何能夠幫助整個產業的進步 是 我想很開心喔 我們站在一個全球產業的協會 我們有一些這些新興的題目 我們有這個角色可以扮演 對 那其實就像CJ提到 其實當測試不是只是生產流程當中其中一環 它扮演這個確保從設計製造到系統整合 每個的生產階段你都需要這個所謂的品質的要求 那並且能夠控制這個所謂的開發成本 跟這個時程當中的一個必要手段 那所以其實我們就覺得說 其實台灣在不上體的業界 如果有一個這個跨產業的這種平台 能夠一起共同的解決這個所謂這個技術的瓶頸 那我們覺得說 有幾月三米站的這個角度上 或許我們有些角色可以扮演 所以我們大概從2018年開始 我們就在其實在這個CJ也是 我們重要的一個幕後推手跟支持者 我們在2018年就集合眾人的力量 我們成立這個所謂測試委員會 那我想我們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夠 能夠結合大家一起產業的力量 那一起能夠了解 如何怎麼去提升所謂的這個測試的能量 來加速整個產業的一個創新的價值 那特別是在這個所謂這個大數據 跟雲端這個運算的時代 那其實透過這些委員會 大家其實可以一起在這個委員會的觀察 把所謂的這個半小體大廠 在測試的數據的這個需求 還有這個數據的收集 跟這個數據的資料的這個形態 我們都需要被一個所謂的這個規範 或者是一個標準化 那所以在這個不同的這個供應鏈當中 跟這個步驟當中 其實這個資料的分析 能夠做更好的一個品質的掌握 以及說未來的規劃 那也因應這樣子的需求 其實SAMI不光是在台灣 我們在北美其實也有這種 所謂相關測試標準的這個技術委員會 還有工作小組 那特別是針對這個所謂的設備的機台的數據 擬定一些所謂的這個相關的標準的草案 那我們也是希望能夠 一起來為這個產業所面臨到的瓶頸 能夠共同的提出一番心力 那我想第三最後是說 正在一個產業協會 我們希望這個產業就有長期的競爭力 所以我們一直也都很來持續關注 跟這個人才議題有關的問題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 吸收像CJ這樣子的領導企業 我們能夠有更多的培育計畫 那像剛剛CJ提到 我們怎麼去提升這個測試的這個 Visibility 讓很多這個專業喜歡挑戰的高手 那這個年輕人能夠會認為說 測試其實也是一個能夠做大事的行業 能夠對整個的半導體 產生重要的影響 所以這個也是站在一個產業協會 我們希望一起努力跟產業一起吸收 來共同合作做到的事情 我想今天跟CJ談這麼多 那我想這個說了這麼多 我想我還是有一個很棒的活動 想要分享給大家 在12月27號 其實我們今年的Semicon 會舉辦一個線上的先進測試論壇 那CJ也是我們這個論壇的共同主席 那我是不是可以請CJ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場這麼棒的論壇 你們的規劃想法跟主要的speaker大概是誰 好 這一次先進測試論壇的主題呢 是Advanced Testing Enable的Future Technology 是 來當作主題 那我想如果沒有測試的話 對 未來這些新的技術 其實沒有辦法驗證 完全同意 對 所以呢 測試其實扮演一個非常關鍵性的角色 其實是一個Enabler 對 那我們這次也特別邀請到 講師包括呢 有像Intel 是 Qualcomm 是 還有MediaTech 是 還有T3C Advanced Test 對 還有像中華金側這些非常 還有等等其他這個重要的這些speaker 對 那涵蓋的 所以大咖都來了 對 沒錯 那我們會涵蓋的這些討論的內容呢 包括 5G Millimeter Wave 對 還有6G相關的一些測試的題目 是 那包括AI 對 晶片該怎麼樣測試 對 2.5D 3D的這些挑戰 是 那還有System Level Test 那包括HPC 還有呢 像High Current High Voltage 是 測試的一些困難跟挑戰 對 尤其在ProCart上面 有 怎麼樣去克服這些問題 是 這是一個規劃非常完整豐富的一個論壇 對 One Star Shopping 我們花了很多的精神去 對 把這些主題 然後跟這些委員會的委員們 一起討論出來 一起討論出來 對 我想從這個應用端 市場端 還有談這個測試跟未來的挑戰 我想這各個購民其實都cover到 對 然後也謝謝SJ幫我們這個論壇 做了這麼好的規劃 那我想 我希望各位觀眾朋友在27號 千萬別錯過這個論壇 那除了這個27號的 12月27號的論壇 我想最重要最重要在這個 12月的28到30號 在南港展覽館 我們會舉辦一年一度的 SemiCom台灣 2021這個國際半導體展 對 那在這個展覽的過程中 我們其實也有一個 所謂的測試專區 我們也邀請到了國內外的 一流的這些測試的廠商 不管是所謂的製造商 或User 或者是這個所謂的Solution Provider 大家這個同場競技 讓把最好的Solution 呈現給台灣所有的這些半導體的這些 工作的同業同仁 讓大家 千萬不能錯過 對千萬別可以錯過 這個我們非常的期待 那也希望更多 就像剛剛CJ提到的 更多年輕的工程師 也可以來這個測試專區 來做了解 對未來的生涯的發展 或者是這個挑戰 這有更多的啟發 能夠更多人投入這個行業 那我想今天非常開心 有這個時間跟機會 讓邀請到CJ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也謝謝各位觀眾朋友 收看這一集的節目 我相信你跟我們一樣 都是非常受益良多 那也再次謝謝CJ 今天花時間跟各位觀眾朋友 來分享這麼好的一些觀念趨勢 還有我們的論壇跟展覽 那我是Sammy的Terry Sammy的領袖對談節目 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 謝謝